在跌股榜前列里头呢 非常明显的就是交易股出现了回调 这主要是行动方在现在港股呢 回调的幅度呢比较大腰斩 然后呢腾讯在这轮暴涨的过程当中呢 大规模的撤退 大概呢此股呢卖掉了80%吧 就一下子就把仓位减下来了 所以交易股呢 今天这个在跌股榜前列里头 很多也都是近期炒作的这个交易股 能源金属和小金属 很明显的是受到海外市场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一个影响 突然回调 而他们的回调呢 通常也意味着塞道股的降温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先行指标 就是能源金属和小金属 都特别是能源金属 能源金属这个题材里头呢 只有七个股票 主要呢是铝和这个股 这样的一些票 是比较钱的 这个上游资源 在炒赛大股的时候呢 我们看过去有几次 都是先炒他们 然后呢再炒这个联动 这是先行指标 今天呢比较明显是一个回调的走势 那么其他呢 像航天航空 油色 金属 电源 色备 浓木事宇 都是属于呢 这个跌幅不大 但是呢没有上涨 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呢都是中规中矩的 今天的从资金流向上面来讲呢 就比较杂了 就比较杂了 这是今天这个流向的 这个特点 流入方向呢没有什么特突出的 那比如说呢像 哥啊或者长安汽车啊 流出的方向呢 还是需要呢注意的啊 因为流出的规模呢 比流入的规模大 而且呢都是代表性的公司 北方西土啊 流出了九个多亿 比亚迪流出了七个多亿 那天赐材料 流出了四点七八个亿 那东方财富流出了四点七三个亿 就流出方向上面呢 流出的规模 比流入方向的大 另外呢 这个企业的 在股市里头的地位更强 代表性的强 那么从这个个股表现上面来讲呢 个股的表现活跃度是没问题的 因为现在本身呢 就是有成交量的支持 市场人气呢也比较好 然后冷门股呢 还存在不让的机会 所以呢 涨顶板上面呢 还是有一定的规模的 小一般讲 那么在跌幅榜上面呢 就是要注意呢 就是这个退潮的啊 杀杀力比较大 相较有追错的节奏 那就是救仇未报 右天心狠 那么另外呢 就是前期的一些 炒高的一些品种 获利的这个冲击呢 比较突出的 所以呢 在跌幅榜前面里头呢 跌幅超过5%的 这个数量呢 也还是比较的多的 大概呢 有将近60件 所以呢 还是要注意呢 这个获利回徒 或者个股弱势 所带来的冲击 这个呢 还是要稍微的留意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